大家好 以前介绍过总统蔡英文打麻将的漫画 而今天终于要来踏入禁忌的领域 那就是介绍传说中最伟大的主席毛泽东打麻将的漫画 小泉麻将传说 它是一部各国首脑用麻将进行对决的超靠腰漫画 虽然台湾也有代理中文版 但硬生生的断载了毛泽东登场前的第十一卷 网络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明明盗版漫画网站一堆 只能说迷之力量的干涉真是太强大了呢 不过我在日本很容易就能买得到 所以马上就来看看剩下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吧 主角日本总理的小泉纯一郎 在跟希特勒的月球大战中身亡 为了防范更大的威胁 政府设立了第十三独立麻将部队 而新主角真田幼次郎 同时也是继承了小泉之血的男人 成为了里面的队员 有一天大家就收到了莫名的挑战书 告诉日本人带五个打麻将的高手来 在钓鱼岛等着 然后达赖喇妈来拜访 他说他感受到钓鱼台那边散发着异样的邪气 那个人就要复活了 在此同时习近平也非常紧张 不要让任何人接近钓鱼台 红色的盒子 要是那个盒子被打开 我们会被毁灭啊 反正主角一行人就抵达了钓鱼台 发现麻将桌跟一大群红卫兵 红卫兵 将理想跟梦想搞混的狂徒 对中国近代化留下了可怕的阴影 但他们不是早就毁灭了吗? 又次郎的好伙伴林氏说 这时神秘人出现 呵呵 现在的中共只是一群忘记革命精神的中产阶级 根本就是个渣 诶 怎么可以辱华啊 我们是真共产党 我在此宣布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 而我们的毛主席即将复活啦 真共产党准备要把钓鱼台当作反攻大陆的堡垒 然后在中国展开新的文化大革命 嗯哼哼哼哼哼哼哼 就这样赌上钓鱼台 日本跟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展开对决 然后日本这方就陆续打败了 秘鲁共产党领导古斯曼 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波多 还有毛泽东的老婆江青 目睹自己的妻子被打败 愤怒的毛泽东终于破关而出 习近平说 还是来了啊 我们最畏惧的20世纪亚洲最大的怪人 毛泽东 而毛泽东复活后 马上叫手下准备两个新的小老婆 但您不是才刚失去了妻子吗 就是因为死了才需要新的啊 毛泽东说 临时加入说明 据说毛泽东在生前就以好色闻名 甚至有跟毛主席捉爱的女性 比黄河里的寄予还多的说法 他获得权力之后 还在公底内藏了好几个情妇 那时获得的绰号叫做 好色共产男 现在共产党干部公然藏匿情妇 也据说是受到他的影响 真的好恶心哦 幼次郎说 捏完这段 我感觉我的社会信用降到了最低点 反正幼次郎就说让我来对付他吧 日本的各位请退下 登场的是达赖喇妈14世 他带领徒弟拉库多要跟毛泽东决意死战 就这样毛泽东与周恩来 对达赖喇妈与拉库多 手脑级的豆排正式开始 我国的率还不够啊 毛泽东说完马上发动快攻 大跃进 一下子就给达赖喇妈造成的伤害 这次说明就来了 大跃进政策就是毛泽东主导的农工业大增产政策 为了在三年内实现超音感美 据说成果辉煌 劫时累累的稻碎能让小朋友也站在上面 而达赖喇妈阵营也不是省油的灯 听牌 胡 六波罗蜜多 啊 毛泽东受到直击 但还是一脸轻松 呵呵呵 看啊 绿已经满意而出啦 拉库多手上的牌突然开始发芽 哼 搞什么怪 拉库多把牌打了出去却震动毛泽东的下怀 胡 大跃进 那 那是什么牌型啊 幼次郎说 发进来有六张 牌 增加了 补充一下麻将里一种牌只会有四张 这就是大月经的真实姿态 毁灭吧 反动主义者 阿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但它能让发 增值啊 灵士说 再来 再来 再给我更多 它到底还想弄出多少发 我不会让你继续得逞的 拉库多打出了一鸟 太天真了 发芽混一色 毛泽东再次胡牌 什么 一鸟竟然有六张 我能爭執的可不是只有發哦 這...這可不好笑啊 林氏說 這時說明又來了 麻雀是中國最知名的一種鳥 據說一鳥也是來自於麻雀的樣子 而在大躍進政策期間 啪嘰 啊哈哈 麻雀死掉到毛主席的禿頭上了 毛澤東很生氣 麻雀是為偷吃米的害鳥 需要被全數殲滅 就這樣毛澤東組織了數千個麻雀驅逐部隊 農民們也不分昼夜的殺死麻雀 結果導致中國的田園出現了 覆蓋天空的蝗蟲大軍 原來麻雀不只會吃米還會吃害蟲 沒有麻雀引發了中國各地的害蟲大增殖 其他還有在珍藏的名目下進行了各種愚蠢行為 最後餓死的人高達七千萬 希特勒跟史達林也遠遠比不過他 他就是大量殺人世界基於保持著毛 哇毛主席真的好強 而且沒想到看漫畫還可以學歷史 真的太划算了 這可以當做高中教材了吧 總之毛澤東就用爭執把拉庫多逼入絕境 拉庫多撐住啊 我一定會破解他的邪技的 達賴喇媽說 拉庫多繼續承受毛澤東的猛攻 師傅你準備好了嗎 拉庫多已經到達極限 這就是我最後的自摸 那個人真的準備送死啊 而達賴喇媽終於採取行動 槓 什麼他沒有用手就槓了耶 他的手還是維持結硬的姿勢啊 達賴喇媽的鬥牌技變成了手的形狀 慈悲 啊 毛澤東受到直擊 這就是達賴喇媽真正的姿態 勢必觀音 到了下一局 你看達賴喇媽的配牌是大爛牌 果然還是比不過毛 可是怎麼會 不需要的牌一個一個變成好牌啊 純錢袋三色一杯口 從原本的爛牌一下變成了跳滿 勢必觀音到底是什麼樣的招式啊 而毛澤東也不甘示弱 爭執 什麼 達賴喇媽又是大爛牌 但牌又開始變化了 我知道了 這是偷換牌 又是狼說 但沒看到他有洞啊 如果是能完全騙過人眼的換牌 手速需要達到秒速480公尺 怎麼可能 要是超過了音速會產生巨大的衝擊波 桌子跟牌都會飛走啊 啊 他用的是鬥牌器形成的手在偷換牌 那個不帶質量 理論上達到光速也不成問題 光速的老千 正可謂神技 達賴喇媽真的好強 還會吸舌頭 N3 賣賬 哈哈哈 尼聰職平和一通清一色 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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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毛澤東的生命池即將歸零 三色同順 達賴喇媽再次胡拍 太好了可以跟他致命一結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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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對 雀頭是發啊 那樣根本沒什麼傷害 還無法贏他 我知道了 那混蛋竟然把達賴喇嘛玩弄在鼓掌之間 曾次郎說 達賴喇嘛再次出招 那招早就對我沒用了 毛澤東說 怎麼會 勢必觀音的形象在扭曲 咔嚓 啊 原來毛澤東發射了自己的豆排器 擾亂了達賴喇嘛的豆排器 欸 達賴喇嘛的牌越變越爛了 紫一色 綠一色 啊 啊 達賴喇嘛送到重創 神秘池只剩下一點點陷入大危機 來到了最後一局 呵呵 招式被破解了他 只是個受傷的和尚 毛澤東再次發動爭執 準備給達賴喇嘛最後一集 但這時毛澤東的手下周恩來突然行動 把他最後的發給摸走了 蛤 狗 你膽敢背叛我 你還記得叫做孫維氏的女性嗎 周恩來說 嗯 誰啊 毛澤東說 而孫維氏是周恩來的乾女兒 當時是個美女演員 之後被毛澤東看上強迫有了肉體關係 雖然周對毛進行的性犯罪非常憤怒 但沒有吭聲 文革時期毛澤東的老婆江青因為嫉妒 對孫維氏進行了慘烈的迫害 最後他在獄中被淋虐致死 是說我高中沒學過這段去查詳細資料覺得真的好噁心喔 而我最無法原諒的是你強默我在他的逮捕書上簽名為了誇示你自己的權利 你真的不記得了嗎 周恩來說 哇 好大塊鼻屎 你敢說你全都忘了嗎 毛澤東 是毛澤東當然吧 混蛋 毛澤東很生氣 趁現在法王 他因為憤怒而忘我 這是最後的機會了 周恩來用心電感一跟達賴喇媽說 你的心意我確實接收到了 吼 什麼 要來了 最後的勢必觀音 哼 就說對我沒用 豆排技干涉 怎麼樣啊 什麼 新的手臂 哼 可惡 不管攻擊幾次有長出新的 我知道了 那不是勢必觀音 那是牽手觀音 偷換牌 周恩來幫達賴喇媽使用的真值 哼 那又怎樣 我剛剛丟的牌是白板 你是胡不了 這是什麼 我的白板 花樣變成了一桶的曼陀羅 啊 跟著你的老舊共產邪調 毀滅吧 毛澤東 親老頭 施埃克 當季 啊 啊 就這樣毛澤東被丟到了阿比地獄 我一直為了阻止毛澤東在他身邊假裝服從 現在終於有臉面對自己的女兒了 周恩來說 啊 這是什麼 拉庫多發現毛澤東的牌變成了破爛牌 這才是大躍進的本質啊 周恩來說 在大躍進政策中 毛主席特別重視製鐵 成功增產了1000萬噸以上 但其實那些鐵都只是把農具跟鐵器 融掉了成了廢鐵 為了熔鐵森林被踩罰 剩下的只有荒野跟大饑荒而已 被毛主席巨大的力量所支配 沒人能看清楚正確的事物啊 周恩來說 就這樣達賴喇媽法王 已打贏了毛澤東 魯華戰鬥力也抵達前所未有的高峰 毛澤東掛了 而最後敵方的大將出來的 大家以為已經死亡的前主角小泉純一郎 跟現主角貞田 展開了另一場麻將大戰 反正最後大家都很開心演完了 那麼這就是有毛澤東的漫畫 小泉麻將傳說的介紹了 我覺得這是一部非常有教育意義 又精彩的作品 真的不考慮把它當成高中教材嗎 還有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分享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再見~~